那土地應該是屬於我們全台灣人民的 因為它經常在某些規則之下 就我們把它賣掉了 賣給了公園區來做一個使用 那這個寺院呢 我們一共有這四場的一個演講 老師如果OK的話 好 那我們第一場就是由我們的楊童馨老師 我們老師是中央研究院的一個經濟研究所 然後之前也在我們文化大學環境設計學院的院長 也在台北大學、台大都有任教過 那是一個非常專業的專家 甚至現在很多內政務一鍵署的長官們 都是老師的學生 好 那我們現在展現歡迎楊老師 謝謝各位 來跟我分享台灣的都市分區管制 我今天也只集中在都市地區 下次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再來談恢復 因為我們台灣的土地呢 是被一刀切成兩部分 一部分叫做都市地區 另外那一部分就叫做非都市地區 其實這兩個地區問題都一塌糊塗 我們的都市分區呢 有都市計畫法在歸關 都市計畫法下面有二分中隱 都市的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那非都的部分呢 我們有區域計畫 那區域計畫下面呢 有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規則 所以我們也有二分中隱 我們也有Visional中隱 那我今天呢 就集中在這個二分中隱的部分 那我會先談一談 這個我們的中隱呢 是怎麼過來的 挺快的 我今天准這個PowerPoint 剛才弄好 很抱歉 而且數量非常大非常多 還來不及篩選 我就跳了講 有沒有一個Point之類的 可以 OK 你弄好 我們這個中隱呢 可以說呢 他是從1924年 入本中隱 就是入紀時代 那 等一下 我先測試怎麼弄 這是換個能不能上下 上下不行 沒關係 那我就在這兒 其實碰著 好像我有白書 他跟你的朋友 試試看 好 好 OK 我們很快的看一下 我們在1924年 日本人在台灣公佈了第一個計劃 就是台北市的都市計劃 那下面有台中的都市計劃 那在台北市的都市計劃裡面呢 他就跨設有土地的分區 不過那時候的分區架構呢 非常簡單 化成住宅區域啦 商業區啦 工業區啦 然後其他呢 就是公共設置用地 但是呢 他已經就開始有榮林 那到1930年 不是1930年 我們在哪裡啊 政府還在中國大陸啦 還在中國大陸 那1930年呢 我們稱它國民政府 我們稱它國民政府 它在通過了土地法 那土地法裡面呢 就有所謂的土地使用編定 各位現在都經常聽到 土地使用編定 那就是從這邊來的 他呢 就把土地裡面定為說 有四地 還有這個 一般的榮地啊等等 那四地裡面呢 就有限制使用區域 還有自由可以使用的地區 有這樣的一個化分 那也就是說呢 你會自由使用的地方 你就可以建築啦 簡單的講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這個差不多可以留下來 有興趣的可以慢慢看 我這給大家講一點故事啊 我們這個很長眼的啦 那1930年呢 1930年還在南京嘛 也沒有到台灣來啊 1930年的都市就要化 裡面就有榮林 就有分區管制了 那裡面分的住宅商業工業 還可以設行政區 文化區 那跟我們現在就已經很接近喔 但是呢這個化 一直在中國大陸 沒有機會實施 因為接著就戰亂了 然後他就搬到台灣來了 搬到台灣來以後呢 這個化那麼大 那個管轄的地方那麼大 到台灣呢 那個小的一個地方 所以那個大的架構 放在台灣的都市 要實施的話呢 格格不住 格格不住呢 國民政府到台灣以後呢 剛開始是怎麼弄的 他把日本人在這邊頒布了 叫做都市計劃令 如果各位想看 我有那個 都市計劃令 我還在 那就用日本人的都市計劃令 做台灣的都市計劃 這個是千尊萬確的示好 這些都來不及嘛 所以用日本的法令 來做台灣的都市計劃 一直到1964年 才把這個計劃法修了 修訂了 那修訂了 就不要切實際了 在那裡頭呢 就有這個 所謂的土地使用 會區管制 就有一個專章 那1964年的修法 接著也就把 都市計劃法 跟區計劃法 就把它拆開了 原先的都市計劃法 跟區計劃法 是放在 國民政府在南京 公布了這個法令上 把它混在一起了 那後來就把它這樣子 分開了 那這個法呢 一直就這樣子 從1964年以後呢 政府就在 台灣省公共工程局 就是省公共工程局 就成立了 規劃大隊 然後我市形容說呢 就 出出難照了一堆的都市計劃 因為那個時候呢 如果 成長很快 而且都市化的現象 就是輪口從鄉村到都市的現象 非常非常的快 然後呢 那個時代呢 也是我們進入到 所謂的進口替代 接著就是出口導向的 一個經濟發展階段 那大量的勞工 需要勞工住宅 我們那時候就開始設立了 以後的加工出口區 那大量勞工呢 你需要勞工住宅 那大量的輪口 往都市裡面呢 什麼都要 要醫院 要交通 要什麼 什麼都要 所以呢 政府那個時候 根本來不及 去思考說 一個計劃應該這麼規劃 所以呢 就由那個台灣省公共工程局裡面 專門出租燃造都市計劃這個單位 就做了一大堆的計劃 那這些出租燃造的都市計劃呢 就造成了很多的後遺症 因為你知道都市計劃一公告輸出了 它等於是界定了那個權利跟義務的關係 就是說你如果被化為商業區 那你的價值很高 你說如果被化為保護區了 那價值就很低 那一旦化色了 你想再改變它 很難了 所以呢 很多的問題是從這個歷史啊 這邊過來了 而且呢 特別提到 這個台北市 我們呢 有個都市計劃法 然後呢 都市計劃法 下面呢 以前兩個院匣市 一個台北 一個高雄 那 院匣市呢 就要擬定 都市計劃法 台北市施行細整 那高雄市呢 要擬定 都市計劃法 高雄市施行細整 那接著下面呢 要擬定什麼 要擬定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 就是我今天要講的 俄本中林 那台北市呢 在1983年 他就定了 那高雄市政府呢 就賴皮 到今天還沒有 我跟各位講 到今天還沒有 因為每次呢 迷定了這個 德本中林 送到議會 就被打回來了 反正議會就是不順 到今天還是這個樣子 那他們怎麼管制這個土地呢 他就用那個細則 用那個細則在管 那後來北京省呢 以後怎麼辦呢 台灣省另外也用一個熟悉細則 所以以前有三個熟悉細則 台灣省一個 台北市一個 高雄市一個 那後來呢 這個今生以後呢 省沒有了啦 後來就是 中央蓋瓜成說 過來了 那現在呢 五都冒出來了 六都啊 不是五都啊 以前呢 有段時間 他們都找我去說 要談國土規劃 我去談了幾次以後 我就不去了 因為那段時間呢 就是馬英九剛上任那段時間 他所謂的國土規劃 那就是 行政轄區擴大 深葛 他把這個 這個深葛叫做國土規劃 所以呢 西同雅講 後來我就都不去了 那我那時候呢 也都在那邊偷笑 說 這個行政轄區擴大 這個變轄室 這個深葛的問題 不容易成功 我過去的經驗是覺得 這個不容易成功 結果沒想到呢 他不到兩年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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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升格了 所以五 就是變成六都了 那兩都現在變六都了 六都呢 十六縣 現在有十六個縣市 十六縣市裡面有三個市 十三個縣 現在的格局就這樣子 那每一個都市 那每一個都市呢 就有所謂的 土地使用分析管束 那我稍微提一下 我們那正向分析管束的概念 是那個基本的源頭是從哪裡來的 那個源頭呢 就從所謂的 Euclidean 中林 Euclidean 中林 我稍微介紹一下 因為還是要了解一下 這個東西是怎麼來 Euclidean 我們是講台灣分析歐基里德 但是你Euclidean 這個案子 它是美國一個抗體 一個抗體 形有名的訴訟案 就涉及到土地使用變革的訴訟案 那所以呢 韓宗林一定要先談一下這個東西 後面採一下好談 他在Privenan 那邊有個叫Euclidean 一個小湯 小小的一個 一個抗體 那他呢在1902年 他呢就公告了 中林 audience 那美國的中林呢 是從紐約開始的 好像有多難答案 是從紐約市開始 那後來呢就擴 就有這個所謂的standard audience 然後呢就各州各抗體 各city各town 他們就開始 都有這個中林 因為這中林呢挺好用的 中林呢是一個police power 政府呢 握有中林 等於握有什麼東西呢 握有分裂財務的權利啊 這個多好用啊 又是警察權 你看警察如果抓到你違規 開法單 也不要送法院 也不要經過審判 所以警察權 一般要行使 要非常非常小心 因為很容易侵犯到儒權 那中林呢 就是因為這個案例 我要談到這個 Yukri 這個案例 後來呢 美國把他併掉 他是 合乎憲法的警察權 那後來把他這樣併併了 到今天還是這樣沒有改變 因為如果這個基礎呢 動搖了 那榮嶺就 可能一天到晚 他告來告去啦 就會有違憲的問題 因為榮嶺是限制 是人民的財富 那有些人有 有些人是沒有收到限制 所以有限制跟沒限制之間 那個利益差別太大了 就是說沒有收到限制了 一條道路是個 一限制個 這邊的商業區 這邊的租財區 那你看看價格差多少 所以那個租配財務的這個權利啊 太好用了 那國民黨呢 他就是知道這個好處 這幾十年來 撼動不了他 我這一生呢 一直在想要撼動他 用盡所有的方法 他們說成就很有限 非常非常有限 所以我待會後面的演講呢 各位也會 應該也會非常的憤怒 會跟我一樣 情緒上非常的激動 那也不要那麼激動 因為後面有提出一套方法 那這套方法呢 在偶遊生之臉 是不能實現的 我現在正在遊說民進黨 你要找我去做苦工 你要聽我的 但是我還不能確定他們 要不要聽我的 但是我還是要寫出來給他們 看他們要不要用 那這個很簡單的說明一下 就是說 他們剛弄的這個榮林呢 他呢 土地使用呢 就分了這幾個 從U1 U2 U3 U4 一直分到六種 那第一種呢 是密度最低的 獨府的處長 就是我們的新國House 就是我們講的別墅區 在台灣呢 要恢復團才住得幾個 然後呢 第二個呢 就是一般的 detached semi-detached 我們叫做雙拼 雙拼的處長 然後再上來呢 就是apartment 公寓了 公寓呢 我們這邊以前都是五樓的 沒電梯樓 四樓五樓沒電梯 那後來是有高樓 有電梯的公寓 然後再上來呢 才有辦公商業 在上面呢 才有一些工廠的鑄造 還有呢 他的倉儲 他的storage 然後呢 在其他的產業 那他的設計架構是怎麼樣呢 所以底層呢 你獨屋處長 你就主人做獨屋處長 所以這個是專供住宅使用的婦局 台灣有沒有專供住宅使用的婦局 沒有 因為我們的住宅區裡面 樓下都可以開店的 二樓呢 都可以去申請說 我可以條件的 許可 所以台灣基本上呢 沒有所謂的存住宅區 除非是說很特殊的 有一些高級 非常會量高級的 那不是一般人住而起的 只有那一種嘛 那他的設計方式呢 是說 底層呢 最底層那個 你主能做housing only 然後上面這一層呢 你可以做獨 這一層呢 你可以做雙層住宅的 也可以涵蓋獨棟住宅 你可以蓋這個中高層的這個apartment 那你下面這樣層的你也都可以 再往上呢 你這個這一層的 那你下面的都可以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累進的 所以它是一個金字塔 它是一個金字塔的狀態 所以我們例子來講說 這個 這個設計呢 到今天顛破 不沒有 今天所有的重點 你去跟它幹 它還是一個金字塔的 這樣的一個架構 因為往下面你什麼都可以 所以你在工業區裡面 可以助長 你商業區裡面也可以助長 所以我們的商業區 沒有純商業區 台灣有純商業區嗎 沒有 商業區裡面 現在都是豪宅 豪宅比做商業好賣好賺 所以它是用這樣的 是過去的從早期內 就是這樣的架構過來了 那當然使用的項目 或是類別是越來越多 容器使用的項目也越來越多 那裡邊的管束工具也越來越複雜 那基本上還是這個樣子 那時候有一個 Ambra 這個不動產公司 這不動產公司 他在1911年 他就買了68公頃的土地 他原來是要做工業用 原來他評估 他蓋廠房製造賺了錢最多 但是這個政府 這康體 這個政府 他認為說 那個地方 不能全部做工業 他用棕林把它規定 所以你只有40英姆可以做工業 那你4公姆要做工魚 22英姆要做雙層的駐載 那這個Ambra 這個Rail體 他就來說 那我的價值會下降 得不到那麼高 他估計大概少賺了29%了 所以他就去告 從各地方法院一直告 一直告 告到最高法院 告到最高法院 告到這個Spring Court 結果最後呢 這個最高法院 這個同意 政府的理由 政府有權利 有權利 就是探權 政府是有權利 來限制人民的土地使用的 因為那個不動產公司 是不是能說 你沒有權利來限制我 因為土地就是我的 那你怎麼有權利可以來限制我呢 那你的憲法又說 保障輸人的財產 那不是衝突嗎 這個問題我們待會兒再來討論 所以我們現在的中民 同樣是面對他們以前 打官司徒的狀態 到底合法不合法 你政府公布一下 我說你這個紅色的就變商業區了 你這個黃色的變素材區了 把你畫成綠色的說 你是公園綠地 你如果被畫成保護區 那更慘 對不對 他有這個權利這樣畫嘛 那美國這樣畫 這樣講很清楚 就說 你是有這個權利沒錯 但是呢 如果造成 因為你這個限制人民的財產 如果造成史書的話 那你要合理的補償 要 due compensation 所以那基本上兩個重點 一個呢 就是 due process or law 你要限制人民的 要 due process or law 沒有 中文人要反正什麼 正當法律程序 正當法律程序 這個歷史在這裡 然後第二個呢 你要 due 就是前面就是 due process 那第二個呢 就是你要 due compensation 你如果造成這條損害你 當然呢 就要補償嘛 但是呢 過去我們也是在爭議 什麼叫做損害 比如說 你在中任上面有一塊地 本來路也不通 你也上不了 政府呢 莫名其妙地去跟他公佈說 這個是限制物發展區 政府都做這種旅事啊 他本來不公佈你也根本不肯動它嘛 對不對 他把公佈說 這個叫做限制物發展區 好啦 他就來了 他說 我可以發展 你為什麼限制我發展 我說到損害了 有沒有說到損害 這個歷史在這裡 我今天講了很多整理 後來就講出來 特別犧牲 你們法律有所謂的特別犧牲 所以如果能夠證明說 政府限制人民的財產 過程 這個所有權責 有特別犧牲 那你就應該給他補償 我們的政府呢 賴貧 賴貧 從來不去處理這些事情 譬如說我今天呢 如果我看到你家的房子 一百元以上了 我就給你一圈 那個叫古蹟 你就完蛋了 人家旁邊都會蓋大樓賺大錢 你完蛋了 什麼都不能動 言論上應該是說 我把你劃回古蹟 我去認定你有沒有特別犧牲 你要特別犧牲 我當然補償你啊 更誇張的是說 水源保護區 一條線一畫 幾千公頃 這樣回萃了這個水源保護區 幾千公頃一畫 什麼都不能做了 現在放鬆了 大家小心喔 現在要把它放掉 所以大家一起努力 我也在努力 絕對不能讓它放鬆掉 但是我們回頭想一想 這個濕潤的土地 寒涼水讓我們喝 在今天乾旱的時候 我們台北人還是可以大喝特喝 新北市開始陷水 各位想想看喔 萎萃水庫 那個水源區幾乎都是在新北市 一小部分在桃園 甚至有一小塊跨越到新竹 因為那個淡水流一米 給它往上游去看看 一直跨到桃園 還有一小塊在新竹 那今天寒涼的水呢 是我們今天台北市在用 新北市現在沒水河了 活該變成這樣子 所以這個財產的分配分享 這些一團混亂 我先不講答案 我待會很快的講 因為不能今天把他拖在這裡 拖太久 所以呢 這個呢 最後的結論是說 是河縣的警察權 這個大法官 這個是中午 英文王過來關的不太好 他說 今年以前 都市生活比較單純 以前的都市生活很單純 所以有必要對私有土地的使用跟占用 做更多的限制 好像聽起來有點怪怪的 但是文字其實是講的 那講那講 其實我不要去講這個 就是說 他的那個新政 就是說主要我限制你私有土地 是有助於健康公安權 那我們都市就要多講公共利益 如果我限制私有土地 是基於公共利益的話呢 我就有正當性 所以大法官的判決是說 那你這個康體政府呢 還是有權力限制了 所以結果呢 那個廟體內 官司就打敗了 那從此 就用你當作 河縣的 這個 警察權的行使 所以他是 Police Power 所以你今天違規使用 他也不要給你提到法院訴訟 然後法院判決 就再來取締你 對不對 像違章見主 現在瞄到你是違章見子 那還得了 對不對 現在刻意要這個猜 違章見子 但是這個也要想一想 你有沒有侵犯到人民的權益 而且你說 你的不小心 有人檢舉 所以你被我拆掉了 他能蓋得比我更大 比你更大 就是沒有人檢舉 所以他沒事 一個法令可以這樣執行了吧 這個大家想一想看 違規所有的會都是土地也好 都是土地也好 到處都是違規行為 如果有人檢舉 他就會去處理 沒有人檢舉的話 他越蓋越大 違規了建築物 這個 這個 那個 那個 台灣 那個苗栗建長的弟弟 他不是說房子住久了 就會變大 房子住久就會變大 房子住久就會變大 當然住久會變大 因為你就夾前面圖啊 後面圖啊 那邊 上面夾蓋啊 所以房子住久了 劉正慈 劉正慈收了 房子住久了就會變大 其實如此 台灣就是這樣子 違規的這個建築 越來越多 不可思議 我這個故事先講到這裡一個段落 那我們就是說 我們台灣 其實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 都學著美國這一套制度 因為從美國開始的嘛 那我自己的感受呢 是說 因為太好用了 政府 尊正呢 毋有這個權利啊 他不只有長出牙齒而已 他呢 還可以租配財富的分配 租配財富的分配 當然就可以 進行軍權政治嘛 我的政治跟軍權就可以做結合嘛 所以呢 官商的勾債 利益的輸送 所有都是從 幾乎一大部分 不能做所有啦 一大部分 就從這邊開始了 因為太好用了 太好用了 那 所以呢 我說基本上 我這講一些面向 提一提就好了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的中林 他呢 還是這種 所謂的 歐基里德士的 武器管士 也都不談這個 但事實上 那個是我們的軍演 而且呢 我們現在還是警察權的行事 所以我們在土地使用違規 這些東西呢 我們的法院啊 不曉得在哪裡 在美國的話 你有糾紋 你就提告啊 是有法院的判決喔 我們不是喔 我們是用行政權 直接來介入 行政權就直接 他就去執行了 這個是很落後 美國雖然是說 農林是police power 但是呢 一旦產生糾紛 你還是要提提告 由法院金流 這個法定的一個程序 來做裁判的 人家是這樣子的啦 我們不是啦 我們這個政府 行政首長 毫有權力 他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所以呢 他今天想輸送一點力給你 當然要給他 太容易了啦 太容易了啦 也難怪我幾十天來 就是沒辦法撼動他啦 然後我們呢 我們的分區管制 我待會可能要跳了 因為好像只有 幾十分鐘可以用 到八點檔 到八點檔我要跳了 我就講架構就好 細節我都留給大家 我們現在的農林是怎麼定呢 跟美國一樣 第一個你先根據我們的都市計畫 有一個土地使用計畫 然後我們就分區 把它分整個住宅區啦 商業區啦 工業區啦 什麼區啦 還有 後來呢 又鑄創了 像捷運局一樣鑄創的建價 很建很低價的公司一樣 還有所謂特定專用區 那個就是 蓋出來的迴葬建築 在農林裡面蓋出一個迴葬建築出來 因為那個太好用了 像廚祭的所有案 都是用特定專用區 或說你想在裡面搞什麼東西 你就用那個區就對了 就是這樣子啦 那 我們的第一個分區 我就講概念就好 第一個 用分區 如果看一下 這個分區 什麼住宅區 商業區 大家看一下就好 商業區 工業區 行政區 總共分12個區 先留個概念就好 各位可以 想看的話留下來 然後呢 我們把分區以後呢 每個區 你容許它做什麼樣的使用 那用什麼方式呢 用分組 使用了分組 use group 把它分組了 比如說呢 我們就問第一組 第一組呢 是獨立雙拼的住宅 那獨立雙拼住宅 下面還有西向 還有西向 我沒有列出來 每一組下面都有西向 第二組 這個可能 conto 或是說呢 這種high-rise的 apartment 那一類的 等等 總共訂了幾組呢 齁 訂了這麼多組 只要描一下就好 五十六組 有這麼一組 然後每一組裡面呢 有很多西向 每一組就有很多西向 然後怎麼規範 每個區裡面能做什麼用呢 它就用容許 就是說 我這一個住宅區 譬如說我拿第一組來講 給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有個感覺 譬如說呢 第一種住宅區 我們知道我們住宅區 分住一住二住三住四 然後 住一 第一種住宅區裡面呢 又有住一住二住三住四 也很複雜 弄到今天 這個系統已經非常非常複雜了 好了 第一 譬如說第一種住宅區 他就允許 比如說有第一組 可以的第四組 第五組 第八組 用這個組 來規範說 你做這個使用 都OK 你建造拿來申請的時候 我看看你的申請的用途 OK 就給你 就準了 為了好辦事 公務之戀也怕福利 然後另外一種是 是附帶條件的 比如說現在告訴我 都看到寵物店 真的奇怪啊 這寵物店 你會不會像以前的 我們那個養小鳥 那個小鳥 這個那個時代 你們都太年輕了 我們曾經歷經一段 養小鳥 小鳥 這 因為那時候呢 小鳥外銷 到日本 到其他國家 非常非常賺錢 那小鳥從哪裡來 就從呢 外地 馬來西亞 印尼 各地 進口過來 所以你今天看到 那麼多了 外來鳥 就是那個時候進來了 我跟各位講 那麼家家戶戶都養鳥 然後你養我了 然後你養 養到戶戶來 整個市場啊 飽和了 結果呢 怎麼辦啊 烤小鳥 不烤小鳥 就把牠放走了 成鳥就把牠放走了 所以搞成生態上 也是一場浩劫 你今天看到 譬如說你如果 到戶外路看看 那一些菩提樹也好 什麼樹也好 那樹皮啊 我們車子開過去都沒看到 你看那樹皮啊 都被咬得幾乎 爛成一大五毒啊 那一些都是外來鳥咬的啦 那你也不能怪牠啦 牠習性就這樣子啊 你能怎麼樣呢 而且我常常講說 牠已經來超過50年了 你還說牠是外來種 就像我們說 外省人在這邊已經立地生棍 好幾代的你還說 牠是外省人 我不贊成這樣說啦 所以牠們講外來種 我每次都會挑戰 我們怎麼去調適牠 牠也是一個物種 真的是另外一回事 那我要說的是說 我們講到講 回到這裡 就是說 我們這使用準 叫做正面列舉 就是說你允許做這麼多用 正面列舉 那條件使用呢 就是說你附帶條件 你負合的話 像我剛剛講過的 這個養寵物 那養寵物呢 它就有你這個衛生啊 什麼什麼相關的規定 就有那些規定 那事實上也規定歸規定啊 你說切切啊 我都同意啊 哪有人不同意了 所以現在那個寵物店 我覺得太煩難了 住宅區啦 到處啦 都是寵物店 我一直喜歡寵物的人啊 但是我不 我不覺得 他到處都放他 可以做寵物店 這一點 這一點的是正確的 我不覺得他是正確的 所以呢 簡單的說 他這個附帶條件 也是虛放一招 那我們來一種 叫做負面類舉 負面類舉是說 你不得做什麼 不得做什麼 做什麼 像第一種住宅區 沒有什麼不得做什麼 後面有一組 有一組有提到 就是說 像危險物品啊 爆裂物啊 什麼什麼 每次都踢到那幾個而已 那事實上 你一個住宅區裡邊 很多行為都是不解的啦 比如說 我以前常常講說 住宅區能入了這 保齡球場 住宅區可以不可以 台灣省的那個西澤 是把它放寬的啦 以前都不可以啦 但是呢 住宅區如果 做保齡球場 輕音空空了 噪音不打緊 消防啊 交通衝擊啊等等 你覺得適合嗎 所以你像那一種 你應該就是負面類舉 所以我們應該要善加利用 正面類舉 負面類舉 然後條件類舉 但是呢 還是太複雜了 待會兒要建立的方式 不是這樣做 太麻煩了 比如說 建築技術規則 它規定你說這個 這個材料 比如說這個隔間 你有防火區化 這個材料呢 要用什麼材料 才可以耐燒嘛 火才不會燒起來 所以你又定了繼續 你用西來要做什麼 用什麼材料啦 你的防火區化的那個門 要用什麼材料等等 那我待會兒要介紹的方法 不是這一種 你主要能夠證明 你可以耐多久才會燒起來 你用什麼材料管理 管理幹什麼 對不對 你說噪音 你如果這個行業 你確實是 那個能夠把噪音呢 全部是隔絕掉的話 那也OK啊 但是你不能隔絕 你既然不能隔絕的話 那當然我就不准你啊 我根本不附帶什麼條件啊 因為附帶條件是假的啦 那到最後就沒辦法執行啊 那很多很多的問題是 這樣子過來的 我要快一點啦 OK 大家看一下 好 那 剛剛講過兩件事 一個分區 住宅商業光業等等 另外一個是說 每一個區你可以做什麼用 或是說條件性的可以做什麼用 某些甚至有說 你不得做什麼用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是說 你可以用你的強度如何 你可以用到什麼地步 那強度如何呢 一般就是我們用的容距力 這個容距力 另外一個就是建壁力 就是建築地下樓層 建築佔整個基地面積的比例 那我們有時候也叫做空地比 那另外就是高度比 我覺得高度比上就已經被毀了 所以你常常看到到新北市 就是來看看 我每次都想說 開車呢 碰到紅綠燈停下來 然後照相機 隨時都有帶一個照相機 我都想拍拍那個屋頂 拍不到 我跟你保證 你從車探頭 烏龜抬頭 想要到新北市的高樓的屋頂 門都沒有 根本照不到 我們在紐約也是常常講走烏龜抬頭 因為那個是1930年代 經濟大廣況的產物 因為政府用公共牽涉 想要讓經濟可以復甦 所以那時候蓋了大樓 那簡直高大不得了 所以你走在那個街 根本看不到天哪 看到天哪這樣排 我們那台這樣看天哪 是故意啦 故意調查美國人也是不夠聰明 美國又不缺土地 對不對 那怎麼蓋成那個樣子 天哪呢 那我們不要下別人 我們今天就是開始 已經開始很久了 你走到西北市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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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過來看看 以後 現在還好 因為 才剛開始不久 如果每一個地方容許力 都在那五百六百七百八百 這樣下去的話 以後會怎麼樣 這城市不能住 這不是一個可居的城市 不是我們無言所聽的 在這邊的時候 聊著 ув wrapped 什麼叫 drew 我就先打算 這是給大家看看而已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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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ela 现在哪有独栋住宅 哪有前面 哪有后院 现在连灵动间隔都没有 以前还说你建筑物排排座 你灵界面超过多少公尺 中间就要有一个黄火像之类的 要有灵动的间隔 因为你要逃生 消灭车要进来 风要吹 所以要有风浪 你如果是第一排的房子 你的高度不能遮住到后面那一排的 所以你要退收进去 现在有吗 现在用融进去管制几乎都没有 整条街叫做万里长城 盖成一把 你相干的风怎么进去 如果消灭车要来 要怎么样呢 也是要绕到那个巷头 另外一个大屋参进的 后面还围上建筑盖成一堆 所以现在科幂要清 我是建议到说 用社区总体营造的方式 一边拆尾建 一边把后面的黄火像 黄火区化 现在已经不叫黄火像了 现在叫做黄火区化的空间 把那些清理出来 把大家盖起来为小 通通都大家都降下来 你不能说主降你家了 因为你家被前提 我们家都没被前提 不然的话你这个环境总会提升 所以规定会规定 我就快一点了 大家现在也快一点了 只是说给大家看一下 商市 第四种商业区 融机率可以到800 融机率800 这个是都市计划的法定融机 如果用建职 他们建职业者 应该在场运动人 还有一个免器融机 对不对 那免器融机 现在厉害的建职师 现在建职师厉害不厉害 都是看说 他可以搞到多大的免器融机 他们会弄到三层 三层五都有 建职师如果弄不到三层 不叫好的建职师 现在变成这样 因为那些免器的融机 都一样在卖 都有钱赚 所以800 如果加上免器融机 用30%算 3824 加240 上千了 这样子吗 不对 你如果拆掉再重盖收入 可以用都市更新 那还得了 又加了50% 所以你基地如果小 当然没用 给那么多融机 你也不能盖101 盖202 盖303 我常常讲说 我们要不要试试看 上线根本不要 然后我们来看看说 会不会有 202盖出来了 盖出303 404 505 就让他去盖 盖到大家来觉悟 说不可以这样乱搞下去 那个时候再来改革 大概才有希望 现在你怎么讲 人家不听 那有时候像我到处有讲 他会想说为什么追我一个人在讲 都市计划界的人也不讲 为什么追我一个人在讲 你说好像也是 议题啊 好像是怪胎一样 真的奇怪啊 那我才觉得 都市计划界的朋友都是怪胎啊 所以想当 现在我就去破坏啊 你想当他说 我去破坏啊 能成我就成啊 不成就不成啊 也没办法啊 对不对 所以我为什么破坏人家 就是这样子嘛 很生气嘛 OK 这边就讲了 现在你整个知道了 八百 像万法那边都是八百 更新现在是更新不起来 如果更新得起来 我觉得更惨 更惨 对不对 现在政府很担心 说更新做不起来 我心里面想 你政府在急什么嘛 更新办不起来 有什么关系嘛 你说三四年里这样的房子呢 很老救你的危险 真的是这样子吗 如果这样你全面补偿啊 然后你把真正危险的房子找出来啊 然后你强制它要改建啊 对不对 你今天车子已经很危险了 你还开上路 我请问你 你要不要被取离 你今天车子 想要再换一台新的 请问政府会换一台新的给你吗 政府会送一台啊 门都没有啊 但是你家的房子 超过三十年四十年 说要更新 政府说一定要保证它 一瓶换一瓶 然后一定要拥有一栋新的 等面积的房子 有道理吗 再说 好了这一代的人都是这样子 送了一户了 送了一户了 那下一代的人 不过好赞 以后轮廓不会增加的啦 那如果轮廓还增加 还真正还下房子呢 那你还可以再送一半吗 不可能嘛 这是什么样的政策 我这样讲一讲就开始要生气 从现在开始 越听越生气 所以我要快一点 但是不要受我太大影响 不过在讲一些迷你会很生气之前呢 我先讲一点好话 打人打脸也要有个笑脸 要摆个笑脸 我说也不是完全一无是处 那个地面肯定要说 你什么都是看到坏的 你从来没有看到好的 也不是这样子好的我还是会看到 譬如说呢 他呢多少还是有控住的强步 因为假设你都不控住的话 那可能比现在更糟 你现在都控住 他还抢得半死啊 你要抢荣基啊 在那边弄啊 对不对 那你不控住 反正可能更糟 但是不一定哦 这个命题不见得会成立哦 因为如果你不控住以后 大家呢反正呢 你要多少就有多少 你根本就不用抢了嘛 所以很难说哦 那这个多少还是有点功用的 另外呢 他把住宅商业工业这些呢 把它隔离了 虽然没有说完全隔离 但是呢多少是有隔离的 对不对 所以你都不相容的活动 你都外部 我们讲外部成本就降低了 对不对 所以多少他还是有点作用的啦 所以你不会造成水灵啊 或说对地区产生外部的 这个负面的冲击等等 那你每个地方说这个住 这个可以做什么用 融机多少什么什么多少 那租性公开 大家都可以知道说 那个地方的土地大概值多少钱 所以对房地产市场的稳定 是有作用的 绝对是有作用 我帮他讲点好话 那他也画了很多公共设施用地 待会要讲了你就会生气了 先讲好了 画了很多公共设施保留地 假如当年不画那么多 当年省住住去 出住烂照那么多都市去画 假设没有把公共设施啦 学校啦 这些公园地地啊 这个地先把它画出来 你现在有办法 设立学校吗 做公园吗 所以有没有奉献还是有的啦 我们先讲点好话 待会要讲的就不好了啦 那你家的地我给你 画成公园地地 几十年不过你征兽 所以你也不能用 你只能干银子建筑 要你家的土地是这样子 被政府这样限制 你不生气吗 好像他不生气 他为每个人生气 好像呢 当事人不急 所以我每次都闪动 你怎么可以不生气 我如果说大家跟我来端争 会吗 其实也不会 有一年我就常常讲 这个纯水扁说 这个太平鸟没有盖子 太平鸟没有家盖嘛 所以你要跳你就去跳啊 那是你家的事啊 对不对 我说这个乌翼啊 被毁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说号召五百个人 我们去跳个太平洋 我是开玩笑的 这个公开呼吟 有什么呼吟吗 没有 我跟你讲 假设五百个人跟我去 跳下去的大概也是我一个人而已 所以大家不在乎啦 这个才是一个大问题所在 所以大家一定会生气啊 你不生气 我真的 快成我再生气了 所以 谢谢大家